大家好,我是小屁 台服天台5月2號的更新公告出來啦 影片開始之前 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首先是血蒙任務跟捐獻的調整 那他的這個捐獻的部分的話 現在用藍鑽捐獻的獎勵會變得更好 但是天幣的是一樣的 再來就是血蒙任務的更新 現在血蒙任務會有跨服副本的任務 可以看到畫面上 我要去打一望之島的死前居二 還要去打海賊後半的劇毒術精 但是他的獎勵沒有特別的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蠻可惜的 還以為說你可以打跨服副本獎勵還可以再升高 結果沒有 這對於分身流的玩家或是小玩家來講的話 算是難度變高了 再來是開工日紀念遊樂園廣場 持續到5月8號 這段期間60人以上的角色 每天可以進去這個活動的試驗副本 消耗20個葉子 300秒內打一個禮物箱就可以過關了 過關之後可以獲得兩罐龍水 800變身幣跟一個禮物箱 那有機會再獲得特別箱 那我就用韓服的資訊給大家看 一般的禮物箱的話是4幣1000個 然後20顆龍鑽 機率獲得 再來的話特別的話是1000高粉羹 高級變身娃娃 聖物抽卡 接下來是開工日的紀念特別獎勵 是5月2號的上午9點就會發放 內容物的話就是3罐龍水跟一個綜合包箱 綜合包箱就是高級變身娃娃 聖物各11抽 再來是血蒙的蒙視活動 持續到5月8號 這段期間 60人以上的角色 每天完成一個血蒙任務 跟一次的血蒙捐獻 就可以獲得一個補給箱 補給箱內容物就是一罐龍水 機率獲得一箱純白 5到10顆粉鑽 10到20顆龍鑽 跟4幣箱 在這個跨國戰紀念資源獎勵 異界次元傳送點 跟BUFF雕像 這都是之前的 我就不再念過去了 接下來看一下禮包的部分 第一個是 旗艷程商人交易品 販售到5月15號 1490台幣內容物是 特殊福祉箱一個 跟鑽石毯子10個 然後是帕拉格里歐特別祝福箱 持續到5月15號 890台幣內容物的話是 高級才有選擇箱一個 跟綜合硬幣選擇箱三個 那其中高級才有選擇箱的話 你可以選擇 44抽神秘抽 或是33抽神秘聖物 5張文樣重製卷 一個副本收藏品證選擇箱 副本收藏品證選擇箱 是可以選擇一般地間的 品證500個 折一喔 再來龍鑽600個 跟騎士團品證1萬個 接下來是拉拉的珍貴補給箱 持續到5月15號 300台幣內容物的話 是神秘聖物11抽 跟高級22抽還有龍鑽100個 再來是拉拉燦爛補給箱 持續到5月15號 890台幣內容物的話 有36個龍之水晶 跟33抽神秘抽 然後是拉茲爾的硬幣補給箱 一樣是到5月15號 2000藍鑽內容物的話 有兩張抽卡包製作卷 5箱中文硬幣選擇箱 跟一個製作品證 那其中製作品證 但也可以用500鑽來買一個 那這個製作品證是可以 16個製作3張紅卡 然後8個製作1張紅卡 或者是10張祝福金弓卷 那一個可以用來製作1張祝福金弓卷 又或者是特別收藏品 品證選擇箱 那特別收藏品品證選擇箱的部分 你是可以選擇潘朵拉的收藏品碎片 或是一般地尖500個 跟惡魔之印啊 魔族結晶體這些的 其中是潘朵拉收藏品碎片8個他又出來了 所以這個是第三次出來的 500鑽直接給你8個潘朵拉收藏品碎片 那你製作品證2個也可以拿來做 和紅失敗的點數4個 高粉5箱 或者是重量硬幣選擇箱3箱 再來是 納樂安的閃爛補起箱 持續到5月15號 890台幣 內容物的話 成長手環箱72箱 跟33抽神秘抽 接下來高級商店月間獎勵組合包更新了 這個我就不再念過去囉 然後是賣爾的珍貴補起箱 販售到5月15號 890台幣 高粉9千個跟神秘33抽 這次的神秘抽給蠻多的 基本上每一個禮包都有神秘抽 然後是神秘箱 5月15號 300台幣內容物的話 有賣爾的彩獲選擇箱跟神秘11抽 彩獲選擇箱的部分可以選擇 10罐純白8箱修煉之術選擇箱 15張屬性熟練變更卷 3000榮譽貨幣 或者是11抽神秘抽 再來就是season pass 200萬天幣的 第一天是給粉鑽10顆 然後2345就是4B3000 第6天龍水兩罐 第7天綜合包選擇箱 就是高級11抽 第8天粉鑽10顆 90、11、12一樣是4B3000 第13天是龍水兩罐 第14天的話則是保底藍變藍蛙藍聖物擇一 那這次也有1200鑽的special season pass 第一天就是經驗值加3% 第二天就是戰捲龍珠15天 然後3到13天的話就是4B選擇箱 那打開是5000個 然後14天的話則是1萬到50萬的綜合硬幣選擇箱10箱 本次的宙式別先進製作是沒有高粉名譽幣那些的 就只有祝福富玉卷軸三張 換一張歐靈四瓶卷軸而已 好了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天堂M5月2號的更新介紹啦 血蒙任務的優化蠻可惜的 如果你還有任何新的消息問題情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PYT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小PLINE的社群也歡迎掃描加入喔 我是小P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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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也請支持小PYT